抽一張靜思雨 向來是慈濟志工給長者的第一份禮物 連數響應世界書醒日 則是鼓勵長者給自己一份健康的禮物 慈濟志工這次準備了湯品咖哩飯 一樣是送得好 兩年多來 驚心老人公寓 是慈濟北多倫多聯絡點的工作站之一 增添了許多歡樂 本身是中醫師的安娜 覺得慈濟人好美 我愛維持這個攝影機 因為我知道它是一個很大的愛 我一直在觀察他們笑容的美麗 和他們的服務 都沒有任何問問 所以你們是一個很大的例子 給世界各地的一種 讓長者能夠自由 每個月的互動讓長者了解到 慈濟的愛與關懷 不分宗教種族 因此也常常珍惜應援 在宇宙大絕者前為世界祝福祈禱 大愛新聞之下 美之工梁顏康 珍月群 加拿大報導